大家好 我是簡少年 風水這東西呢 非常的玄啊 有人說是這個氣 有人說是這個水 不同的技術底下的時候 發展出不同的一個狀況 很多流派的老師講法都有所不同 健保呢 說他的風水呢 很特別 他的這個辦公室 有人說是龍穴 有人說會大衰 那到底是龍穴還是大衰呢 老師我明天就出動幫他去看囉 現在已經在冊了嗎 真開始 真帥 OK 大家我是健保 台中很chill的 你會嗎 不好意思 你是好牽我 OK 都是本事 哇 開車停下來 好紅喔 好紅 我覺得不是太紅的關係耶 是因為台中大雅這邊的網紅很少 他講真的沒有道理為什麼 因為我們上次在台中風假夜市 也沒有人拍完 先辦正事 辦正事 我的工作室都亂弄 所以我也不知道風水好不好 就是一個有點小鐵 這個很酷喔 這個辦公室風水很酷喔 這個我超常做這種風水局 客人都覺得我有病 因為就是我只隔一算窗啊 我把一算窗block起來啊 因為它不是整排窗嗎 但你就把它包起來 會怎樣 所以這個如果方位做對就會很發 所以我們無形中做對 這個最好做風水 是原本有窗嗎 原本這裡還有窗 你看旁邊一定都有窗啊 他們把它封掉 對啊 所以我一進來就 我們那只是封 也不知道封幹嘛的 你看 富貴之人 就是會做對 沒有啦 這個位置很發欸 這個是誰坐在這裡 是這個位置嗎 哇 那是胡子 胡子嗎 游泳大哥我是胡子 我出國了 胡子很發 胡子很發 這個位置很發 這個位置很發 哇你笑成那樣子 這個風水局很厲害 我不應該跟他說 你們位置你們先挑 我應該先問過你了 啊 你的位置也不錯啊 這個位置也不錯 你坐這吧 這個位置就勝不太好 勝不太好那是 你看他這個就知道勝不太好 真的假的啦 真的啊真的啊 沒有真的啊 所以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王者的位置 但勝不太好 王者是哪意思 就是你很容易成為這個 某個領域或某個賽道的頭部 對不同不一樣 每個人看個人工作 然後但是 這個角度勝不太好 對 那我要怎麼改善 勝的問題 你說這個 先把這個拿開 這個先拿起來是嗎 對 主要這個位置應該是 我看你面向 勝的確不太好 趕快早點睡啦 喔我現在在調坐席了 喔你這個 這邊就有一個字啊 所以你腰就不太好 你要有護腰啦 我早上才在 腰痛嗎 對啊 要不然就是少做這就好 你看你換到這了 不行啦 你這個影片出出去 那怎麼可能能換嘛 我想聽聽看 鬍子這個除了孕之外 還有什麼缺點啊 這個位置沒有什麼太大的缺點 唯一缺點可能是 肝要注意 可能會肝癒之類的 就是肝的這個不太順暢 一般來說 有時候是有些事情 肝在心裡啊 睡眠上面沒有那麼好 大概是這樣 就肝癒的問題 鬍子真的是睡很差耶 是嗎 然後你剛剛在講上一個 肝癒 就是肝在心裡啊 肝在心裡就是 對 鬍子會這樣嗎 會啊 因為那巨蟹做男生 怎麼都這樣 巨蟹做男生 好難懂喔 這是我們要先在外面對出 東南西北啊 這位置會遇到女鬼喔 要注意喔 不是如果坐太久 就不能坐太久 就不能坐太久 會遇到女鬼 然後腸胃要注意 腸胃不好 女鬼 就是這個掛箱的結構容易遇到女鬼 然後腸胃不舒服 不能說有鬼 就是說女鬼特別容易從這個方向 就是移動 或是影響到這個人 怕什麼東西出來 我站過來掉 屁的耶 你只是靈性 對啊 你靈性了吧 那旁邊這個位置最差 折服已久 不能標在這裡 他說這個位置有女鬼 真的嗎 蛤 那為什麼你會想到 要把窗戶封起來 然後只剩一扇窗 然後把它封成一個方塊 這跟美感是有關係 跟美感有關係 我覺得美感等於風水 你不覺得漂亮的地方 風水都不錯嗎 也不一定啊 沒有那裡挺漂亮的啊 有女鬼 真的嗎 牠牠牠牠牠牠不意外啊 那裡還有Wi-Fi耶 對啊 我看這集真的超可怕 真的假的 鬼特別會卡在那裡 卡在那裡 牠會被Wi-Fi卡住 對 尤其如果這個地方 牠那個掛像會有女鬼 然後你又扔在那裡 牠可能會 那個有點像補鼠夾的女鬼 過來 我們如果要解決那個位置 我們就叫牠把那個拿掉 這個窗戶的嗎 這個窗戶其實是有原因的 不然說這裡牠一個窗戶 就門對門 還可以這樣對 你這個窗戶開的對的地方在哪裡 在旁邊有那個鐵 鐵的那個柵欄 蛤 什麼意思 為什麼 你說鐵皮嗎 很醜耶 對 因為那個鐵皮 其實你這個就是 我們叫有開跟沒開一樣 就是說 它有進空氣進來 可是它同時又不容易流出去 因為那個鐵皮把這個氣擋住了 所以一般來說 你對開門我們叫 這叫穿塘煞 裡面的人容易有心臟問題 可是有那個鐵皮之後就不會 沒事沒事 預料之中 預料之中 哪那麼多預料之中 所以這個窗戶開的很對 然後你會發現你從外面跟進來 你會發現裡面空氣不太一樣 你看看你其實還是有一種氣停在這裡面的感覺 對對對這就是聚氣 我們風水上最重要就是聚氣 真的假的啦 那不是只是鐵皮屋比較悶而已嗎 那外面沒有啊 外面沒有 那水拉進那邊要怎麼解決 如果只有它的時候 你們要裝個窗簾 它把這個路徑拉起來 對我就是拉窗簾 裝個窗簾就好了 對 但是如果這邊拉窗簾的時候 它也不會發了 我跟你講 這個位置大發 這個位置最發 發到不行 我以前就是坐這裡 對然後就起飛了 然後現在換到這裡就 嗯嗯 那我以前坐這裡吧 門流錯 坐回來 門流錯人流錯啦 這裡錢比較 就穩穩慢慢前進 但主要是屁股要注意 這裡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改善呢 可以改善啊 我覺得這樣已經很好啦 燈 植物 哇我好迷信 要不然就把它的位置 改成給兩個人做 就會兩個人發 這裡嗎 把它切一半 然後大家一起擠在這 對 然後大家就 把桌子擺這 然後大家做四格文 你再算別的地方 走 這邊就這樣子了嗎 差不多了吧 你看看怎樣 但是這邊有女鬼很酷 很酷 這個地方有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是 就是兩邊有走到都走人 就這個同學很容易離職啊 這個 對因為這個位置 是最容易離職的位置 所以如果有同事 比較不受歡迎 就讓他們坐在 這裡的人會比較常坐 所以 他們會坐比較長時間 那就離走到遠一點 所以我們就把桌子放到中間 然後他們面對面 對這樣坐會比較穩 啊 跟你說齁 那時候我們就硬要這樣 這樣比較好走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之前一直有人說 胡子那間有鬼 對啊 你就最後面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位置是你們的文昌位 什麼是文昌位 就是拍東西啊 寫東西啊 特別有很多 做研究特別好 那這裡是好的嗎 我覺得他的鐵有點太多了 就太多鐵器了 也有點太多了 那就容易卡焰了 我們通常會在風水上 會建議大家不要把金屬的東西 都疊在家裡面 就如果你家有個角落 全部都是金屬的 通常你不舒服 或是比較奇怪的事的時候 都跟那有關 你把那邊挪開 你就會好了 但看後面好像很亂 這裡很濕是不是 因為這裡有廁所兩間 通常一個房子裡面最濕的地方 就是最多鬼的地方 真的假的 所以你剛說潮濕的時候 我才說容易 如果你們要解決這個可怕的問題 通常就是要酒精消毒 酒精消毒 對對對 這是現代的做法 古代的做法我也可以跟你分享 就是撒鹽巴 哇 所以我們的中間在這裡嗎 就是這個房子的中間靠左邊 就大概我們現在看左邊這個 大概這個區塊 大概這個區 就是你們的財位 要點火 會旺 在那個路 你要放那個神明 這個瓦斯爐有沒有 你把人家輸出來 都改在這裡 所以這邊要點火 這邊要點火是不是 對 就是這樣要放會燙的東西 而且會有一些 收不回的款項會收回來 在那些地方 尤其在這個地方很需要 尤其在這個地方很需要 我們先從這個 被收 被收 我木頭都準備好了 收不回的款項嗎 我好迷信 要不然就把它努力 這是房子的最右側嗎 唉唷 你有陽台耶 對啊 我們都跟大家說 陽台要收乾淨 不能放東西 唉唷 這邊不行啦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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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至少這一段是好的 唉唷 陽台有差 陽台前途啊 你前途都算大耶 然後做這個位置就是 款項會收不回來要注意 哇 反正這個位置 怎麼辦怎麼辦 我被人家講很多次 這邊好像不能做人工作 也不會不能做人工作 它是非多一點 然後尤其是創作的是非很多 適合創作那種 跟金屬啊 武器啊 比較有關的 越有衝突感的 在這裡做越好 但要注意就明年款會收不回來 很容易有款收不回來的問題 那明年更嚴重的就是 這邊的都是 這邊的都是 就這個區域辦公公的這個問題 蛤 那這邊要怎麼改 改成玩的 玩可以啊 玩可以啊 在這裡玩但是OK 這個區域唯一能做就這裡 這裡 就這個位置 上個風水之說 唯一不能做就那裡 唉唷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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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一下什麼邏輯啊 就是因為剛剛講 這個區域已經不好了 那我們已經不能用區域的磁場來看 所以我們要看氣的位置 你們這邊是東嘛 所以他唯一能像南的就是這個位置 他像南 他可以拿到好的氣 那只是這個位置 區域真的不是很好 那我問他代價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坐在這的代價 就是重病 哈哈 但會發 可以有收入但會重病 這是什麼 喔 那個是暖氣機暖溫 暖氣機放這個會加速重病 所以 不能放這個 對不對 會加速重病 會加速重病 對 但也會發得更快 就病得更快 他把它加倍 如果想要all in 就在那邊了 找一個那個打拳擊賽的 然後就要坐在這 所以要趕著玩累的事 或是坐到常出差的人也可以 不常來公司的人就全部發在這 我看樓下是不要看的 因為我覺得樓下我要改起來很困難 這真的是超級工作室欸 這超級 是啊是啊 我所做的工作室很合理吧 這位置會有 所以桃花會很旺 桃花會很旺 桃花會很旺 桃花會很旺是不是 這個位置不錯 這個 哇又要交換了 每到一個台也要交換 每到一個台也要交換 這是地形排面 地形排面 喔 這個區域就是一樓的前途 對對對 所以建議就是 他可能要挪 這百月窗其實是可以開的 等一下 把大禹窗都打開 打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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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Schatz 亂七八糟 有erjer jerちゃ х 這樣有ilia 誤 da Naj要把 那要把這個賓罐收掉 這個區域就是容易幹不好 有哪個youtuber的幹 科學偶 確實 你說你都要像捷少年 就是很早睡 哈哈哈 上一個風水老師 他說我們後面那個 必得開窗 如果沒開窗 我們這個就會 落落落 落 認全 喔 我跟你講邏輯是什麼 這邏輯還跟這個溪有關 這是溪是不是 這是水啊 而且它水會動 這是活水喔 這不是死水喔 它的邏輯應該是要這個水進來到你家 這是傳統邏輯啊 就是水進來到這個位置所以你會發 但是因為你們這個後面 這個是三角形的吧 一般來說我們不建議這個叫腳煞 就這個夾腳會有試飛 所以我們不會用後面這段 那如果它開了 當然它這個邏輯是不是要進這個水 因為它做一道火水啊 這很稀有耶 誰家旁邊有小溪啊 我們前面也有你知道嗎 我們正前面也有 所以那邊有個水池嗎 這也是田地嘛 所以他們有時候放水幹嘛就有水 一般來說我們會覺得 如果你的這個前面喔 是被水還住的 是一個發達的局 我們以前叫玉帶還腰 但一般來說是用河啦 因為誰家門前有水很少見 就是你們這個房子的局 剛好水這邊比較高 那邊比較低從那邊出去 我們應該說你這個叫收後天水 就是你賺的錢都是屬於 明面上賺的不多 後面賺的很多那種 就是副業或是主業以外的事情 賺錢比主業多 大概是這樣 比較符合這個局 所以我們衣服賣得不錯 頻道開始往下走沒關係 但是還是不錯 這還是屬於一個還不錯的局 這個水真的很酷耶 它如果一直開著 對你們就不是好事了 一直停著也會有問題 要不然沒有進彩 所以又開又停可以 我等一下要買一個禮盒去送那個 每天晚上那個排水的鄰居 就請你每天晚上這樣開開停停的 錢還可以留下來 所以這是好的一個方向 大工作室幾分 你要整體來看的話 我覺得鬍子應該是滿分的 那從他辦公地發作的位置 我覺得應該是滿分的啦 第二名是誰 第二名有點難 第二名 第二名我跟他差不多 反正最弱一定是女鬼 一定打開 所以同樣你練窗你看 一個對鬍子就是很好 對他就是女鬼 就不好 這個標題很好下來 大雅工作室有女鬼 好恐怖喔 這什麼樣的標題啊 我一定點 等一點 你們到什麼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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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像結尾啦 OK再見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